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勇,欢迎点击屏幕下方,继续关注我的头条号 今天跟朋友们谈谈,今天是12月2日,美国时间的下午4点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3点钟,特朗普在白宫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讲话 他说这可能是他所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 那么我就想跟朋友们谈一谈,这次演讲的主要的内容有哪些 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美国当前大选的这样一个态势已经确定 包括特朗普本人也下令对于美国政府交接工作 也是在进行当中 美国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还是专门播出了一个款项 几百万美元来帮助拜登的民主党的这样一个团队 来交接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这样一个工作 那么他这次演讲当中 他的开头语是这样的 这可能是我所做过的最重要的演讲 首先他这个继续的攻击这样一个选举的结果 他说他想通过这次讲话 跟系统的向美国的公众提供目前的一些最新的一些工作的进展的一些情况 以揭露11月3号这一漫长荒谬选举当中所发生的巨大的选民欺诈和违规的行为 他说我们过去习惯于选举日的说法 现在却成了选举日选举周和选举月 这个事情是非常荒唐的 他说在这个荒谬的时期当中发生了很多的坏事 我们知道美国的选举今年受到疫情很大的影响 选举的方式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提前投票邮件选票超过了一亿张 这应该说是导致特朗普败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特朗普呢不适应这种状况 第二个呢 他继续的美化自己不承认败选的这样一个动机 他提到美国人本该拥有的最大的特权就是选举权 美国是以一人一票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民主的一个体制 但是呢我作为总统没有比捍卫美国法律和宪法的最高职责了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我决心要保护我们的选举制度 这个制度呢正在受到蓄意的攻击 并且呢在总统选举之前的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 他这个说的是我目前之所以不断的披露相关的情况 不承认败选 主要是捍卫每个人的选举权 捍卫呢美国的这样一个选举的制度 这个听起来啊对一些选民呢是肯定是有吸引力的 另外一个方面他就是在讲话当中呢还是不断的推高阴谋论 比如他说他曾经被警告不要过早的宣布胜利 我们一再被告知啊将需要硕州的时间来计算的缺席选票啊 并核实投票的结果才能够确定 他们已经知道结果会怎么样似的 他们要把这个程序要盖住 他还继续的攻击各州啊选举造假啊 比如说啊选举还没有统计完成就宣布了胜利者了 他在演讲中说啊选举后发生的这一切啊都非常非常的奇怪 在选举后的数天内我们目睹了精心安排的努力来假受选举获胜者 即使当时许多州还在计票当中 他没有提到啊在选举的当天他自己宣布自己当选了 并不说呃并不是啊像他所说的那样啊 他已经是呃这个得知啊啊应该说呢在选举之前就已经啊被告知啊 不要过早的选举结果 他当天就宣布了啊这样一个选举的结果啊 现在呢又不承认啊 那么他说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奇怪 就是暗指啊在各个州都存在着大规模的舞弊的行为 他说啊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呢是拯救美国的选举制度啊 他在讲话的最后当中说啊 他的朋友们曾经祝贺他在总统任期当中啊 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 但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没有我现在做的事情重要 这就是要拯救我们的选举制度 拯救我们的国家 我们要确保计算每一张合法的选票来捍卫投票的诚信啊 不能计入非法的选票 这不仅是要兑现7400万支持我的美国人的选票 还在于确保美国人呢能对这次选举啊啊充满信心 并且在所有未来的选举当中充满信心 他实际上对自己在选举日以来啊 这种种的一些行为种种的表态呢啊 做了一个美化啊 就是说我现在要拯救啊 美国的选举的制度啊 这个工作太重要了 那么他说到我们要保证每个人啊 选举票啊 每张票呢都必须计算在内啊 这恰恰是呢 他的反对者啊 民主党的支持者啊 说在选举之后呢 说持了一个观点啊 特朗普是明显是反对这么做的 但是他提到啊 他要兑现啊 这个对于他支持他的选民啊 7400万人啊 这样一个承诺啊 要保卫啊 这样一个选举的制度 我想啊 特朗普呢 在这个时候发表这个讲话呀 他的目的呢 就是只有一个 就是说还是对于啊 大选翻盘 还是呢 有一个期望 我们知道啊 12月14号 也就是说很快啊 美国呢 选举人团就要啊 来确定啊 总统大选的最后的结果了 他现在呢 是转向呢 来寄希望于那些呢 来自于各州的 所谓的不忠实的选举人 把票投给他 从而逆转当下 拜登胜选的这样一个格局 经过各州的投票确认之后啊 现在拜登呢 是获得了306张选举人票 特朗普呢 还是停留在232张选举人票 如果按照 这种正常的投票来说呢 拜登当选 可能性呢 应该说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特朗普现在 既希望于在12月14号选举人团 进行投票的时候呢 有更多的选举人 能够把本周投给 拜登的票 民主党的票呢 转而投给他 从而呢 一举扭转 他败选的这样一个形式 当然说这是他的最后的犯想 从美国的历史上来看呢 这种啊 依赖与反水的 所谓的不忠实的选举人 投票 改变投票的方向 历史上呢 没有一个成功的一个总统 也就是说呢 没有哪位总统的候选人呢 见过超过六名选举人反水 因此呢 我认为啊 特朗普 仍然是抱有最后的幻想 仍然是寄希望于啊 不忠实的选举人 能够把票投给他 从而临转大选的结果 但是我想幻想就是幻想 特朗普呢 要下台 1月20号 要离开白宫 这个命运呢 应该是注定的 好的 朋友们 今天跟大家交流的话题啊 就是 特朗普 发表了所谓的最重要的讲话 美其名媛呢 要捍卫美国的选举制度 但是呢 他的心事是 要借助于选举人团的投票 来扭转 选举最终的一个结果 我想呢 他不会成功 好的 朋友们 请点击屏幕下方 关注我的头条号 感谢大家 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